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 V-Chen 拍攝的一期是12月28日 又和大家見面了 先和大家報告一下 昨天我重新上載了這條影片 因為我之前不小心刪除了 有些觀眾私下WhatsApp問我 是不是因為受到壓力 所以刪除了這條影片 想和大家說 大家可以放心 我並不是因為受到壓力 只是我自己不小心刪除了 而我也想在這裡說一句公道話 一直以來我論證都有提及到林鄭 但也沒有受到林鄭方面的壓力 而我喜歡這條影片 是因為在最後提到一個 我在新加坡很有趣的經歷 而這段經歷也證明了 我是一向敢言敢擔當的 有很多人和我接觸也有說回這條影片 因為這條影片令大家對我的印象很深刻 也因為這樣我不捨不得這條影片在YouTube消失 所以決定重新上載 不過唯一心痛的就是刪除了 沒有觀看紀錄 這條影片印象中 也有二十多萬的點擊 現在重新上載 看它的走勢 應該去不了二十多萬的點擊 希望觀眾朋友未看的話 看完這條影片 可以透過片尾的連結 去到這條影片看 如果看過的話 也推介大家可以回顧 因為這條影片 就是我其中一條挺喜歡的作品 今天再想和大家繼續分析選情 而且更加借今天新鮮滾熱辣的事實 和大家說 就是黎智英和六名獨果高層上庭 被加控一條控罪有關 我都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都和今次的立法會選舉有關 另外另一個熱話就是 在黑暴期間賣黃的李佳心和心美 TVB的萬千聲輝頒獎典禮2021 即將會在1月2日晚上舉行 早前舉行了記者會公佈最後的五強入圍名單 但是在內地見到 有轉載的入圍名單 沒有了李佳心和心美的名字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我都會和大家追查一下來龍去脈 除了時事 我都想和大家說說民生 有很多市民的頭等願望 就是希望通關 而就通關我的看法是怎樣呢 而除了給意見還有什麼建議 我都會和大家詳盡說一下 在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明恩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總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聽來的看法 也都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旺美和攬叉牌 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 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到影片下解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 讚好和留言 如果想支持我的 更加會加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追看陳明恩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同人論證 洗什麼驚 今天對愛國愛港的正常人來說 女女外外都有令人振奮的消息 黎智英四年前在維園 涉及刑事恐嚇東方傳媒機構的一名記者 她在原審時獲判無罪釋放 而律政司早前在高等法院的原訴庭提出上訴 法官陳慶偉在今月20日裁定駁回律政司上訴 換言之就是維持黎智英罪名不成立的裁決 雖然被黎智英過到初一 但她的罪名怎麼走都走不掉 現在赤柱正在服刑的黎智英 現時就四宗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定罪 前後被判監20個月 她與另外六名壹傳媒和蘋果日報的高層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包括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串謀勾結和串謀作出一項或一連串 傾向和妨礙司法公正行為 合共三宗罪 而這七名被告也根據案情分開了三宗案件 今天就在西國龍裁判法院再提訊 由處理總裁判官羅德傳去處理 案件再押後到明年2月24日提訊 期間他們七人都被收押不准保釋 但令人振奮的消息 而令人振奮的消息是 控方另外獲准申請加控七名被告多一項罪名 以及修改其中一項罪 新增的控罪是串謀刊印發佈 邀約發售、分法、展示和複製煽動刊物罪 雖然獨國在今年6月24日停刊 而壹傳媒有限公司在今年12月15日被法庭頒領清盤 但也不代表法律上會被逃脫 他們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任 而今次控方獲准申請加控包括黎智英在內七名一傳媒高層 串謀刊印發佈 邀約發售、分法、展示和複製煽動刊物罪 其實都反映了獨國就是黃人黑暴的核心輿論和操盤機器 今次立法會選舉史無前例地沒有獨國 沒有獨國大規模動員小黃人投票的幕後黑手、幕後大台 很多西方媒體很簡單或以為觀眾天真 單單形容獨國是一個傳媒 但其實獨國是以傳媒包裝的政治權力核心 就算每年虧選都可以繼續做下去 證明其實是有政治任務 分析今次的選舉可以看到 沒有獨國吹雞 忽然愛國者在無協調的情況下跪低 有些區更多過一個白民主派在參選 而小黃人躺平不投票 這就證明獨國一島 香港選舉就會好 我和很多高人在選前都有進行討論和分析 有些高人覺得不會有所有小黃人出來投票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了有地位的大黃人出來動員 以往黎智英充當這個角色 當然還有戴耀廷 雖然獨國清空了他的新聞紀錄 但有做過的事情必留有痕跡 這就是19年的獨國刊物 煽動的小黃人要血債票償 今次選舉沒有了獨國 沒有了這些煽動性的刊物 而我們自己也非常爭氣 今次的選舉結果非常好 我們建設力量的整體得票比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甚至2019年區議會選舉高投票率的情況下都有增加 但我們正常人都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還有很多黃人還未死心 中央為我們頒布香港國安法可以令我們有亂及治 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 希望我們可以有治及輕 這部分我們作為愛國者都要出心出力去達成 不能夠顧布自封一成不變地做回以前的事 作為從政者 未來的工作 至少是我給自己的要求 就是除了在政治上要繼續跟小黃人說事實 說真相 說道理 亦都要透過民生工作去爭取更多民心 或者可以令到因為民生工作做得不好 而被西日黃政棍乘機去煽動的淺黃人 都可以回歸理性 回心轉意 說到民生 頭等大事就是通關 通關當然不是簽名可以叫政府去做 但大家的聯署力量都不能看小 因為大家聯署簽名 是可以向一些不了解民情的高官先 讓他們知道有多少市民想通關 而大家也不要假設一班高官一定知道 因為真的會不知道 如果大家在選舉期間有參與我們工聯會發起的聯署 就會知道我們還要求政府去預留四大配額 就是給有家庭團聚需要的市民 跨境上班 跨境上學 以及有醫療需要的市民 大家都知道我們工聯會在疫情期間 都有義務去幫市民送藥 我們都很明白市民是有醫療需要的 至於怎樣做呢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選舉期間上了港人港地的論壇的展述 我們可以去片看看 好 謝謝 下一位有請陳詠欣限時兩分鐘 現在開始 多謝你的提問 首先爭取盡快通關就是我們工聯會的倡議 而且我們工聯會也要求 是預留四大配額 是給不同的人士有需要的 正正家庭團聚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範疇 我們希望在通關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及早受惠 為何我這樣說呢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留意到 電視台早前有一個節目 他就播出了有分隔兩地的家庭 他們隔著深圳河在連堂 他見到大家雖然隔著深圳河 但是隔著深圳河去團聚 他們都已經很開心了 那個畫面有很多的市民 很多的觀眾朋友都跟我分享 覺得很感動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從政者 我見到他們隔著深圳河這樣重聚 都已經這麼開心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難過 為何家庭團聚都以為是奢侈品呢 為何我們不可以及早令家人可以盡快團聚呢 因為家庭團聚一定是一個最先要的目標 除了家庭團聚 我們都是考慮到其他需要的人士 包括我們說的是一些跨境的司機 他們是飯碗來的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 除了是跨境團聚 我們還需要跨境上學的人士 上班的人士都需要受惠 而政府現在是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人士 而它的優先次序都是刨得比較低的 我認為我們政府應該要以人為本 不能夠只是考慮到商務和經濟的需要 這個正正其實都反映了我們政府 在處理不同問題的時候 它的優先次序 真是基本 我們基層人士的需要是排得比較低的 商務往來的 在說做生意的 他們就可以優先 我認為這個都反映了政府的思維 其實都是時候要有些事情的改變 我們一定要做到以人為本 我自己的社區裏面 聽到很多的故事 都覺得很難過 我們希望既然可以有盡快通關的安排 所有的市民都應該可以受惠 好 謝謝 現在是新聞時間 那似乎政府就暫時 沒有對這個安排作進一步的行動 那你覺得有沒有些甚麼方法 可以改善得到呢 那就是Annes你的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要做到 真的可以有信心給我們 可以做到大規模的通關 我相信我自己做好的防疫工作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一點點不太同意的 其實過去我們政府 在防疫工作 我認為真的做得很差的 特別是我們在邊境 說的是對外 大家都知道 尼哥傑晚 他都可以有一個特權 來到我們香港 可以不需要隔離 其實這些做法 都是令到我們內地 對我們香港的防疫工作 失去信心的 我自己認為 其實現在的做法 不用說要做一些特別的措施 很簡單 我們人人都有身份證 為甚麼我們不能夠 用身份證 當成是安心出行的另一個模式 令到長者 就算沒有智能手機 都可以即時透過身份證 可以出入不同的場所 有個紀錄 其實這樣的做法 是最快捷最便利的 都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模式 新加坡就有Trace together的APP 大家可以看到 我都是是其是非其非 政府做得不好的 就要督促 在稱讚他 向高官說Yes 那如何改進呢 如何對得住市民的託庫呢 我在論壇上 有電視台拍了一個家庭 隔著深圳河去團聚 就是這個畫面 當時這個節目播出後 也有很多觀眾朋友 WhatsApp給我 很多觀眾朋友都說 這個畫面很感動 雖然看到相關的市民 都非常開心 但我覺得很傷心 雖然是一河之隔 但這河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家庭只能透過連堂口岸 隔著鐵絲網見面 為甚麼我會說回這件事呢 有甚麼勾起了我這個回憶呢 就是昨天我再看電視 就看到有電視台訪問了兩位 一直期盼通關的市民 他們都等不及通關 為了可以趕得及 在新春前能夠回鄉下和親友過節 他們都提前回內地 預好時間隔離 那兩位市民更加說到下 不要理會媒體是否有心去設計這個情節 但我自己覺得市民的情感就是情真易切 當我看到這些畫面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做街站的時候 有一個市民都跟我說到哭 他就在香港打工 他媽媽就在內地住老人院 因為太久沒有回內地去探望他媽媽 老人家就以為年輕人已經不理他 不要他 不關心他 我聽到都覺得很傷心 但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呢? 不是的 一直以來 由尼哥傑慢到新型變種病毒 其實都反映出政府在外防輸入做得令人憂心 如果通關的話 我們特區政府在外防輸入方面 就會令到內地帶來額外的衛生安全風險 我們目前暫時錄得有58宗的OMICRON個案 而特區政府和醫管局都已經認為 會有爆發第五波疫情的風險 我們香港這麼高度開放 就算是很努力地做好外防輸入也好 仍然會有漏網之餘 早前在機場的清潔工 他的確診個案其實已經是一個例子 雖然他已經完成了兩劑的接種 亦與確診者很短時間共處一室 他就去清潔禁區裡 確診者專用的洗手間 但這樣也不幸感染了 港大和中大醫學院有個聯合研究 都發現市民在接種了兩劑的疫苗之後 在對抗OMICRON變異病株的抗體 反應非常低 但接種完第三劑的疫苗 抗體足夠抵禦OMICRON 所以市民接種加強劑是大勢所趨 而特區政府早幾天都宣布擴大疫苗接種計劃 容許所有接種了兩劑滿六個月的合資格人士 都可以接種第三劑 我接下來都會盡快抽時間去打第三劑 但其實我早在今年的十月份 去見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時也有說過 既然是鼓勵打第三劑 又不是不夠人手 那為什麼又要分優先次序呢 另外這些可以打針 願意打針的 要等到現在才可以打 如果他是提早開放 我就會提早去打 唯有需要的人士捉起抗疫屏障 但結果最後食衛局在十月公佈 都是密守成規 最後呢 接種率低 接下來我進去議會 我就會要求食衛局打破這些規條 不要再遲疑 要積極進取地鼓勵市民打針 填補現在的抗疫漏洞 內地在填補漏洞 都可以說是麥不投風 說的是不止是疫情病毒防控 連港獨也導致得非常好 靠的是民間的力量 根據報導 近日內地轉載TVB頒獎禮的五強名單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持 只有四人名單 憑著智能愛人入圍的事後理解心 以及憑著聲夢傳奇入圍的心味 被除名 我金田恩也和大家發掘線索 運用直覺地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 我看到很多媒體 例如香港01引述這個 由埋堆堆出的微博貼文 我上了微博去追查一下 我發現的而且確 其他的例如最佳男主角 都有五強名單 唯獨是最佳女主角和最佳主持只有四個 這個埋堆堆博客是一個有二十三萬二千粉絲的微博 再搜查一下就知道 這個埋堆堆並不是國家官方機構 所以不是官方行為 這個埋堆堆就是TVB在內地合資的平台 類似買TVSuper的內地版 可以讓內地同胞看TVB的劇集 換言之 將離解心和心美除名的不是內地的官方機構 而是TVB在內地的平台 是他們自己的行為 所以香港01這個標題應該要寫得清晰一點 因為這樣寫有少少誤導的成份 好像覺得是官方行為 其實只不過是民間的行為 而且我再跟大家深入研究一下 我上了百度去看看 其實百度還是百度到理解心的 可以看到不是完全消失 甚至乎有一個內地的大V 叫做港劇超人 大V即是KOL 他評論這件事 他非常之深水清 知道是TVB自己的操作 他評論TVB的做法 就說網友對TVB的做法是平價不一 有網友大讚埋堆堆 將月質藝人除名 就是合理的做法 就是大快人心 亦有網友批評TVB對藝人有不公平的待遇 就是抹殺藝人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可以看到最後五強的名單 在內地是一個版本 在香港有另一個版本 雖然李佳心和心美在內地名單上榜上無名 不過似乎他們在香港正在競逐獎項 所以說是封實 其實也不是完全封實 而事實上 在台慶的大合照當中 李佳心也在去年 較左的位置 現在已經變成較中間的位置 可以看到並不是不給他機會的 內地大V講劇超人還說 拋開其他因素 只是從演技方面去考慮 李佳心今年主演的 愛美麗狂上曲和智能愛人 的確有很出色的表現 我自己也有看到智能愛人 也覺得的確很出色 她是一位很有潛質的女演員 也看到她的轉型成功 不過這名大V就說 如今李佳心落得這樣的下場 都只能怪她自己 事實是一場黑暴 和其他黃人一樣 都可以看到她們是有才華 但是就用錯了 如今的下場 都是要為她們自己的行為負責 就算真的被官方隨名也好 我也覺得其實是夠有自取的 畢竟也有很明顯的政策 要打擊劣質藝人 但現在似乎還沒有官方出手 是不是都在給機會黃藝人呢 給機會黃藝人回頭試案 不要再挑戰底線賣黃 希望其他的黃人都可以有所感悟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的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旺媒和攬叉派 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還未訂閱我 在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也要訂閱我陳詠欣日常Jofie Daily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加來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按下C second 為何我要不要點的 轉公園 怎樣 until